第八位,马天宇 马天宇的长相温润儒雅,不苟言笑,是一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 所以,即便他已经不再是个小鲜肉,依然有大量粉丝追随他 很多人认识马天宇,是通过仙侠剧《普剑奇谈》中的风蓝声 活脱脱的白面书声,承包了全剧所有的笑点 长相清秀的马天宇,还在剧中尝试了男扮女装的造型 毫无违和感,甚至比女生还漂亮 马天宇年少无知的阶段,便开始打工养家糊口 十六七岁,便揣着几毛钱开始北漂 今年上半年,劣罪图鉴意外出圈 谭剑刺一夜走红,谭剑刺目秀眉青 虽然不是卡斯兰大眼睛,但双目寒情,让人欲罢不能 尤其是舞台上的谭剑刺,舞姿翩翩 每一个动作,都撩拨着观众的心弦 第六位,白静庭,开端的爆火让白静庭的热度居高不下 记长的殷俊,演戏又是一把好手 这样的明星怎能不让人喜欢呢? 白静庭总是能让观众侧目而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不管是在旋风少女中,还是下至位置中 白静庭都不是主嘎,但赢得了满堂喝彩 这或许就是他与生俱来的魅力和吸引力 白静庭的帅颇具特色,每个五官单拎出来并不出彩 但凑在一起,都碰撞出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景博然与马天宇,都是通过综艺加油好男儿 从而进入娱乐圈,但两个人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 第四位,王一博 任嘉伦从刚开始的乒乓球运动员,到之后的练习生 再到现在的演员,虽然走了不少弯路 但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时至今日,任嘉伦依然保持着对运动的热爱 如果说任嘉伦是爆红,不如说她是后肌薄发 毕竟她经历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任嘉伦的长相神清古秀,肌肤娇嫩,逃塞带笑 让不少女明星都自愧不如 与君出相识中,任嘉伦饰演的长翼前妻软萌可爱 真的是我见游莲 或许任嘉伦是唯一一个娇称,但不让反感的男演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